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孙策下个赛季要增强的消息 我万分激动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终于不用受吕布的尿气了 现在最常见的吕布面对孙策是什么 先来个经济护手 再来个经济护手 然后再来个抵抗鞋 那孙策玩个屁呀 当然也不是不能打 那对面吕布不会玩就完全可以打 就比如对面这个吕布 他一级不屁我 他抢线 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拿下 我被吕布蹂躏了很多很多把 也总结出来了一点点小小的经验 其中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就是 吕布一级能的CD固定五秒 前期他没有冷却装备 那就记住这个五秒钟 注意看这波 吕布一级能交了 我们等上一秒钟 然后再一级能跟上去 孙策一级能的CD是八秒钟 中途会被他劈一刀 但是没有关系 等他第二刀好的时候 我们的一级能也刚好 这个时候你俩就是同时放一 看到没 很容易躲到他身后去 然后我们在大招跑发现没蓝了 这个蓝量这一点 其实也是挺难受的 因为孙笨这个英雄 说实话他其实挺缺蓝的 不过好在我们大招的冷却 是要比吕布快的 所以说这波也是可以轻松拿下 刚才我说的独秒判断吕布一级能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我是在吹牛 只是巧合而已 大家注意再看这一波 这边我先手一级能空了 并且还被吕布劈了一刀 正常情况下是不是不能打了 但是吕布劈我的时候 我一级能冷却 是不是还剩四秒钟 这就意味着 我的一级能会比他早好那么一内内 于是又会出现我们双向奔赴的场景 你看又躲掉了 接着可以发现吕布一个盾又把血吸满了 这个时候新手孙策玩家可能已经崩溃了 其实没关系的 吕布是比我慌的 这波就算张量不来 我们开船躲他大招 然后回马船 一级能接运炫还是能把他收掉的 看到这里你们可能觉得 吕布也不过如此吗 其实这一切的前提都是 对面吕布不会玩 但凡他会个策展 或者是跟我水平相当 那我呢什么独秒的小鸡俩 对他来说是完全没有用的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所以我才对孙策的增强万分欣喜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会玩的吕布是怎么打的呀 会玩的吕布一级是绝对不可能去抢线的 他就是要批我 那我们假装过去让他批呀 一级能不要A直接走 看到没 他发现自己批空了会先撤退的 吕布对线的强势就在这一点 批完就走 批不到也可以走 你看他又空了一刀 但是他有损失吗 他没有任何损失 当我就不一样了 我但凡被他批中一下 我就得难受到四级 接着这老吕布他就 他不让我清线了 那我还骗不出来他的一级能 你看你看我骗不出来呀兄弟们 这个时候最正确的办法兄弟们 就是狗狗怂怂的就受个气就完事了 但我不想受气 于是你看我就被批了 而且我的第一个小兵跑到前面去了 我只能顶着他的伤害去吃这个兵的经验 然后我又被批一刀 看到没半血就没了 痛啊兄弟们太痛了 孙策打这种吕布根本就没有单杀的可能 只能能丢过来 这边我们先躲他一刀呀 先升到四级 趁他没四要他命 我先动手 我先抗他 打完三刀2A之后我们大招撤出来 回头一技能军选 拿下 这就是孙策打吕布最真实的现状 但是好在我们强带支援 这边开窗下来先带走积极光 然后再配合队友带走孙命 不过原初法阵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孙策引以为傲的支援 也没那么引以为傲了 这波我们技能好了 先杀吕布 他开打了 那我们就先杀女娲 女娲 我这女娲 哎 算了还是回头杀吕布吧 技能好了 二技能空了 二技能又空了 一技能又空了 二技能 我是个傻 哎呀 但是这都没有关系了 兄弟们 孙策马上就我增强了 仅以此视频 纪念我那逝去的孙笨 你们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我打吕布这么有经验 那是因为我遇见的吕布太多了 甚至前段时间还遇见一个某机营的吕布 其实孙策的最大的特点是待人呀 这边点围复活了 你看他复活就着急忙 换往外跑 你哪有坐我的船快呢 看着点围连着发起的两个进攻 我就知道他的杀意已经叠满了 这波我直接选择抗他 啊 点围 你不是发起进攻吗 我 死骗子 真的服了 在线上坐牢 还要被队友欺骗 先抢他一个人头 其实你们别看吕布热度这么高 但他在对抗路的胜率并不是很高 我认为吕布就类似于盘古和司马懿 在你一个人克制对面两到三个英雄的时候 你才是一个强势的英雄 这波拆完一塔 我们去支援一手呀 哦 两个蛮削小脆皮 孙命还要挡船 绕一下 丢船 击飞两个 真以为你孙笨很笨吗 拿下 这个小瘦男孩想跑呀 你也给我拿下 这波看到队友都在上高地啊 辅助队友拆高地最好的方式 就是直接过去把高地后面的人给宰了 摆头摆头丢船 闪现过来是什么意思 拿下女娲 满血开仓球 不为别的 就为了不受吕布这个鸟气 一技能 金云炫 我必须得单杀你一次 拿下 我拿下 我 啊 其实有些时候 鸟气该受还是得受嘛 能赢就行嘛 其实我看评论区 很多朋友都说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敢先手拿封策了 就是被克制的嘎嘎掉分那种 其实我想说 对抗路先手拿 就注定是要被克制的 但是我们的勇气和信仰 正是建立在此之上 因为这个就放弃了 那算什么 加油 下水道边路们 我 就是太阳 最后再用时长 给大家表个白